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份最新的指南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我们知道2003年肆虐的SARS冠状病毒和这次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 那金医生请问什么是冠状病毒呢 冠状病毒呢 是一大类的病毒 其中呢 一些会导致人类患病 而另外一些呢 会在动物包括骆驼 猫和蝙蝠等之间传播 在罕见的情况下呢 动物冠状病毒能进化并感染人类 然后呢 在人群中传播 例如中东呼吸总和症和严重的急性呼吸症候群 我们熟知的SARS 那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有哪些呢 目前呢 我们知道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所以呢 建议大家最好保持在一米以外的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那回到CDC的这份指南 它主要适用于以下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患者已经确诊 但是不需要住院治疗 第二种情况是疑似的病例 也不需要住院治疗 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确诊或者疑似病例的家庭成员 而最后一种就是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的其他人 那么请问一下金医生 什么情况下病人需要引起重视呢 如果您近期去过武汉或者周边地区 或者呢 接触过从这里来的一些人群 以及你有出现一些感冒的症状 比如说发烧 咳嗽 呼吸气短 呼吸困难或者早期症状呢 还可以包括胃寒啊 身体疼痛啊 咽喉痛啊 头痛啊 腹泻啊 恶心呕吐 流鼻涕啊 这些症状呢 都需要引起重视 那么你应该呢 电话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了解指定的接诊医院 然后呢 去医院就诊 是的 那么在去医院的途中 为了避免其他人交叉感染 你也应该戴上口罩 那么金医生 我们知道口罩是有很多种 那应该怎样选择和佩戴呢 我们知道呢 口罩的种类啊 起码有五六种 最常用的是医用的外科口罩和N95口罩 目前很多地方N95都断货了 我们建议非疫区的佩戴 普通的外科口罩就可以了 将N95留给更多需要的人 有了口罩呢 不代表你就受保护了 正确佩戴很重要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 我看到有人戴反的 有人戴盗的 更多的是只遮住嘴巴的 没有遮住鼻子的 这里呢 我放慢语速 和大家说一遍正确的佩戴方法 那对于医用的外科口罩呢 口罩的正面颜色深 面朝外面 口罩反面呢 颜色浅 面朝脸部 先将手洗干净 再佩戴口罩 将两端的绳子呢 算在耳朵上 最后呢 口罩的金属条 要用手压紧鼻梁处 使得口罩紧贴鼻梁 然后向下拉伸口罩 使口罩覆盖住整个鼻子和嘴巴 是的 那金医生讲解的非常的详细 那同时呢 洗手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经常用肥皂和水要彻底清洗你的双手 至少20秒 那如果没有肥皂和水 而且你的手也没有明显变脏的情况下 就可以使用含有酒精的手部消毒液 那避免用没有清洗过的手 触碰到你的眼睛 鼻子和嘴巴 那罗基医学公众号上面 也有详细的洗手流程 供大家参考 对的 另外呢 还要注意的是 当你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呢 便用纸巾遮挡口和鼻 或是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 用您的袖子遮挡 将用过的纸巾呢 扔到有塑料袋的垃圾桶中 然后立即用肥皂和水洗手 还是20秒 没错 当你在医院 你的医生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 将会评估你是否可以在家中进行治疗 那如果确定你可以在家中隔离 你将会由当地或者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监测 对的 在家中的时候呢 如果条件允许啊 您尽可能的与家中的其他人 待在不同的房间里 如果有单独的洗手间那就更好吧 除了进行诊疗护理之外呢 您应该限制出门活动 不要上班或者呢可以walking at home 不去学校或者前往人多的公共场所 也不要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或者出租车 是的 而且你也不应该和家里的其他人 共用碗碟 杯子 餐具 毛巾 床上用品或者其他的用品 那在你使用过这些物品之后呢 应该用肥皂和水对其进行彻底的清洗 那如果你的病情恶化 比如说出现呼吸困难 那就应该立即电话联系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当地的卫生部门 是的 对于照护者和家庭成员呢 家里一般只需留下为患者提供必须照护的人 动员一下亲戚朋友吧 把其他成员安置一下 以免疫情的扩散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呢 尽量的提供独立的房间和独立的卫生间 另外呢 限制没有必要的客人到家里来 也避免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 或者是有慢性健康疾病的人员接近患者 这些人员呢 主要包括慢性心脏病 肺病或肾脏疾病以及含药病的患者 对的 而且还需要确保家里的共用空间通风良好 比如说使用空调或者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打开窗户 那重要的事情还要再说一遍 就是经常要用肥皂和水彻底的清洗你的双手至少20秒 那轻者可以使用含有酒精的消毒液 那么一定要避免用未清洗的手来接触到眼睛 鼻子和嘴巴 说到触碰呢 触摸和接触患者的血液 体液 或者分泌物 比如汗液 唾液 糖液 鼻粘液 嘔吐物 尿液和腹泻物时呢 请戴一次性的口罩 防护服和手套 在使用后呢 丢弃一次性的口罩 防护服和手套 请勿重复使用 那脱下口罩 防护服和手套后呢 立即洗手 还是至少20秒 那100摄氏度的煮沸的水呢 可以用来消毒物品 或者呢 是使用含氯的消毒液 但是呢 如果使用的是含氯的消毒液呢 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开食物和仓具 那每天清洁所有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 比如说柜台 桌面 门把手 洗手间的固定装置 厕所 手机 键盘 平板电脑和床旁的桌子 另外呢 清洁可能带有血 体液 或者分泌物 或者排泄物的任何表面 那可以使用稀释的漂白液 或者标签标有EPA批准的家用消毒液 那具体的配置方法可以详见文稿 处理污染物品的时候呢 应佩戴一次性的手套 那脱下手套之后 要立即洗手 对的 洗手还是20秒 将所有使用过的一次性的手套 防护服 口罩和其他的污染物品呢 放入带有塑料袋的容器中 然后呢 将这些放入到其他垃圾中 处理这些物品之后呢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洗手 20秒 没错 那作为陪护者 要实时监测患者的情况 如果患者的病情更加加重了 那么就要致电你们的家庭医生 并且告诉他目前患者的感染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恳请大家不要贸然的去到诊所 以免更多的人受到感染 而这将有助于医务人员采取措施 并且报告给当地或者州卫生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 对的 CDC 推荐的预防措施呢 现在大家想必都比较清楚了 但是呢 只有真正的用到生活上 才能显示它的效果 而且啊 越多的人加入到预防的行列 这些预防措施的社会效应和预防效果才会更加的明显 作为医生啊 我们需要不断地教育我们的病人 而作为病人呢 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不断地宣传和播撒预防的种子 让更多您周围的人加入到预防的队伍中来 这的确需要我们医生和病人共同的努力啊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新型的冠状病毒检测的试剂盒呢 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呢 在诊断的层面呢 我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法 虽然啊 目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 但是呢 我需要告诉大家 我们还有自己强大的免疫抵抗力 这也是为什么70%的感染病人呢 都属于轻症 那对于重症的病人呢 目前抗艾滋病的一个药物呢 已经显示了一定的疗效 那对于美国来说呢 美国地管人稀 这也是天然的抵抑传染病的一个屏障 只要我们充分的做好预防工作 我们必定可以打赢这场战役的 是的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那请一起安慰你周围需要安慰的人 今天这一期就到此结束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也恳请大家 将这些预防的原则和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金医生 谢谢大家 逻辑医学 预防是最好的逻辑 携手您的家庭医生 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字幕包请不吝点赞 转发订阅 转发 打托